中部大阪的西边广道 是的 我又去日本了 今次来到这个地方叫江山 它是在这个中部大阪的西边广道的东边 暂时来说 香港只有HK Air Line会直飞江山 其实时间都没什么选择 刚才下机已经5点了 酒店check in 之后都6点了 刚刚去了一间小豆豆拉面吃 酱油拉面 酱油是用一个附近的地方叫小豆豆的酱油去做 其实中部地区特色都是吃酱油拉面 接着的几天还会去其他景点 其中一个叫做倉夫美观地区 它就是保留了江湖时期的建筑物 会有船夫在河游船一路唱歌 另外一个叫做宜岛 它那里有一条牛仔裤街 以前是很轻盛是卖牛仔裤的 其实现在也是 之后有一个早上 就会去鱼市场那里吃海鲜 因为其实江山海产也相当丰富 那说起江山呢 其实除了爱美人之外 还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地方就是童话故事陶太郎的发源地 刚才一出来的时候 那个就是叫做陶太郎国际机场了 今天就正式开始这个行程了 由于现在是很早的好早 那就没有什么商店 或者是东西可以提供 所以第一站来了这个叫做西村六道 那看一看 它是一条差不多贯穿了整个城市的一条河 中间看到有这样的钟楼 沿途其实有一些花 不过刚刚看到那些花 有些开了 有些櫻花那些 其实只是开了几破 走着的期间 可以看看江山市的情况 其实也是一个我会很喜欢的地方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不是人缘很囂密的 大家都很悠闲 虽然天气有些洞 但是穿了其他衣服就可以了 神蛇 吃饭 珍藏 那仓夫 那仓夫站呢 一出来了就有两边 一边呢 就是现在我们要去的一个美观地区 就是多古建築物的 那另一边就是這個shopping mall 有东西买有东西吃 是這樣的 到了 現在去坐船 太晚了 剛才坐不到船 現在就來看看 這條街 Day 3 今天去吉備津 在江山坐陶太郎 幾個站就會到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吉備津神社 它有一條三百多米長的空中走廊 那裡拍照很漂亮 我們現在就在車站走十分鐘過去 到了 吉備津神社 這裡有一個停 它就說了陶太郎的故事 有一天阿婆在河邊洗衣服 突然有個肚子飄了過來 它就回家了 跟伯爺公打算吃了肚子 誰知一斬開 就有個寶寶帶出來了 寶寶帶過了之後 因為它是從肚子生出來 所以它就叫做陶太郎 陶太郎住的地方 經常被很多惡鬼侵擾 所以它就決定去惡鬼住的地方 消滅它們 沿途它就撞到雞 狗 和猴子 它就結伴出發去惡鬼島 這裡就是陶太郎 它遮住了和惡鬼激戰的情況 結果激戰完 就 海船回歸了 回落 正說回落在這裡 然後有一條路 上面 嘩我差點掉下去了 還有一個神社 然後走回來 就看到這個祈福的地方 那 考試季節來說 最重要當然是合格的 之後呢 還有對面 湖光山色 待會有些櫻花樹的 不過要看一下 開了花味 好 好了 櫻花是有少許的 其實本來說 江山的魚想開花日 是3月25日前日 不過這幾天的氣溫呢 是趙降了 所以就全部都是花嵩 未開到花了 那這個呢 就是庭園了 Hi FISHY 吃飯 現在去後樂園 今天呢 原來就未開櫻花 其他花都好像沒什麼 那就不進去了 今天第一站呢 來到這個江山中央的批發市場了 那我們搭完巴士之後呢 還要多走幾分鐘就去那裡 待會去到直擊報道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市場 這個江山中央市場呢 就很足跡 有很多新鮮海產 既然呢 還有一些干磅 還有當地 當中的水磅 所以去給足跡呢 是比較豐富的 剛剛記者報道不分 到了 走到這個市場 什麼通就是了 現在是午飯時間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杯子呢 全部都是魚的名字 是沒有重複的 魚魚魚魚魚 來到另一個站 下一個站 多了 疑島 這個地方有什麼特別呢 這裡就是牛仔褲的聖地 它呢 是日本 國產牛仔褲的發源地 JR站 已經看到到處都是牛仔褲特式主題的東西了 稍後就會去到一條牛仔褲街 那裡就會到處都是牛仔褲 到了 這就是宣傳罩上的牛仔褲街 把牛仔褲都掛在這裡 Day 5 了 今天是最後一天 今天是5點多就坐飛機回香港 所以其實沒什麼時間 現在先去吃早午餐 它是很威風的 星期六日公眾假期不開 開的日子只是10點半開到2點 簡單介紹一下 基本的醬油底 湯應該是有豬骨和雞去咬的 特別的地方這間沒有男人在 全部都是嬸嬸來的 我每個主廚目測80歲到天 負責湯底煮麵 淋淋心心的 旁邊小的人負責倒點蔥 還有放點芽菜上面 又吃拉麵 全場 只有一位不是日本人 證明了一定是好東西來的 3月底本應是櫻花季 不過這幾天看到櫻花其實都還沒開 因為氣溫爪光 現在逛逛見到一棵 都叫做開了六成的 青花 接著邊邊那些其實是未開的 今天和明天就說會回 所以應該會開多一點 我是沒有支持任何一個候選人的 是剛好經過的 走囉 趁有一點時間 帶大家看一下這個機場的周邊 上次到步的時候 因為很趕巴士 就沒有時間看 外面其實有一個庭園 對面座山上面 就帶大隻字寫著這個 Okayama 這個庭園其實是有一點介紹 太郎 這個Origin的成份在這裡 剛才往返機場和江山JR站的巴士 就是這一架 一是International出來 直接過來買票 就可以去到江山的倉庫 自己買票 現在要走了